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防灾型都市都更专案及整建住宅专案计划 只要符合有明显危害公共安全建筑物的法定条件 市府将给予容积奖励最高可达百分之百 并提供多元协助 台北市30年以上老屋高达64万户 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筑都市更新 台北市长蒋万安即今年3月宣布都更五件后 再宣布加两件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整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而有危害的物件 市府就给100%的容积奖励 那防灾度跟适用的对象 当然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危险建筑物的部分 那刚刚有讲过是这个耐震不足的部分 暗地值小0.35 那这部分是我们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都更其实对都市环境 有一些好的这个正向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基地条件1000平方公尺 太小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都市可能也不是 都市很更新 对都市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设定了100平方公尺 那合法房屋经过耐震鉴定能力不足的部分 这大概是我们主要这个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这个建筑物里面都跟你只要大概满足了 大概结构安全任性的耐厚的任性 或者是有三环境跟居家房灾的时候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予大概1.8倍到2倍的一个基准容积 那这个部分是不需要额外去有做相关的对象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基地图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奖励 所以我们原本都跟的奖励 都会知道就是1.5倍50% 那这个是都跟条件里面要求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这一次的专案的部分 在1.5倍以下 再增加了30%的一个奖励的部分 你只要符合刚刚讲的那几项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30%的一个奖励 让这个都跟能够赶快的做进行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 他如果是海沙屋族 那他如果是海沙屋又耐震力不足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给到 大概2倍的上线的奖励为基础 这当然是我们这个奖励的一个内容 整在专案的部分 我刚刚有说明的部分 大概19处 现在还没有这个重建的这个部分 我们积极的协助 那我们协助的部分明漫或公漫都根都适用 并不是说这个只有公漫都根才可以 明漫都根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基本上刚刚也讲到 你要有满足一些设置的规范 可以说你要退缩 要有雨水 要有退缩建筑 要有雨水滋留 或者一些开放性空间的流涉 那这个部分是对都根以后的 这个都市环境的友善性做贡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时候 因为都根 我刚刚有因为整栽的部分 它基本上它的户数非常的多 那每户非常的狭小 所以我们大概原则是给到 除了都根奖励50之外 另外我们直接给予50%的一个容积奖励 那这样的容积奖励 基本上希望能够确保 这个民众的一个有面积的居住 那这边要说明的部分 我们最高 我们大概还是有点淡数 这个基础容积基本上是以两倍为上限 这不可能再往上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讲 度分量成功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递价 一个是赵价 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 意思是说它要分为多少 那我不可能给到 毕竟这个容积是一个公共财 所以我们还是以两倍上限为基础 那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整台专案的奖励 基本上是给到两倍 那这部分大家只要满足 刚刚前面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能够使用 那另外我们也在思考是说 那整台的这个住户 它单元可能非常的小 那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的居住的需求 大概46平方公尺 那如果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除了容积之外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 那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部分 大概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协助去做这个每核贷款的申请 那我们当然去争取到比较优的一个贷款的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就这些差额找赌的这个部分 由市府来支付这个利息的部分 那民众还是要支付他的一个文件 那利息的部分由政府来支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方式能够解决这个居住长久以来 大家觉得说那个面积比较狭小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相关的政策 加速我们这些老旧建筑物 以及有安全一律的建物进行更新 所以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件 多射出的这两件 就是第一防灾型都根 第二整宅专案 防灾型都根 简单来讲 就是针对海沙屋或者耐震不足的建筑物 我们透过三个原则 包括征诱因 加速办 减灾害 我们这一次只要针对耐震不足 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给予 容积奖励 30% 如果又是 力量过高 经过检测之后 我们就给50%的容积奖励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容积 我们提高到1.8到2倍之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力道来提高 并且加速 我们这些需要防灾型的都市更新 第二个 我们减灾害刚刚也谈到 我们希望未来它的整体规划 是朝向 友善环境 居住防灾 耐后任性 以及结构安全 四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更新 只要 未来更新 要盖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加速办我们就加速整个神医的速度 甚至我们用强制拆除的做法 来都市更新 来针对这些有安全力的建物进行更新 第二个 第二支建 就是整宅专案 整间住宅 台北市目前还有19处 并没有完成重建 所以针对这19处 我们再次提出专案 一样增加容积 另一方面 我们补利息 也就是提供相关财务的协助 包括我们利息补贴 每合贷款 另一个 我们就是不管是公办 或是民办 我们都可以一体实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整宅的专案 希望针对这一万多户 还没有进行重建的整宅住户 我们希望能够加速 我们整个更新的速度 所以透过这两支建 我们希望能够加大的力道 推动都市更新 其实上个星期 我到首尔去参加城市峰会论坛 跟首尔市长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共同讨论到了 都市更新这个议题 因为首尔同样面对 很多老旧的建物 我们交换了意见 另一方面 我也跟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 李志生部长见面 他也谈到 我们相关都市更新的政策 因为在新加坡 他们也同样面对接下来 他们发展非常久 组屋的议题 现在也面临了艰巨的挑战 我就告诉他 说我上了之后 我没有提出都跟五箭 他还说五箭是什么 我说就是射箭的箭 Five Arrows 他了解 而且我还跟他说 首尔回来 我还会再宣布两支箭 Another Two Arrows 他非常惊讶 他说你们速度好快 我说我们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艰巨的 然后我也跟他讲相关的数据 他了解到 必须要大力的推动都市更新 他也对于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 也觉得很值得他们带回去参考 所以我提这一点 就是表示 对的事情 我们会坚持 我们也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 让大家都能够有更高的意愿 参与都市更新 北市府提出更多诱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围老都根 保障住户一个安全的家 蒋万表示 北市至少有5000户海沙屋 破万户整建住宅 数十万户未符合 现代耐政标准的建筑 透过都根新政 期盼翻转城市围老现况 在带眼来看 台北市南港区首次举办 东区社区杯三对三斗牛赛 主办的玉城里里长黄冲志 除了实现竞选承诺 也期盼透过篮球比赛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投入社区事务 一个精彩的火锅后 随即妙传队友在三分线外 放冷箭得分 这项在南港运动中心 进行了台北市东区社区杯 三对三斗牛赛首次举办 筹办的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冲志表示 主要是为了实现竞选承诺 同时也透过篮球运动 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刚开始还一度担心 报名队武术太少 结果共有45队参赛 让本身也爱打篮球的黄冲志 相当开心 参选里长的时候的政见之一 就是要举办社区的三对三 动流篮球比赛 这是其一 后来发现青少年很重要 我们就算这个族群 我们担任里长这些年来 青少年族群比较少参与社区活动 怎么让青少年参与社区活动 一直在绞尽脑汁 那终于这一次 先给南港运动中心 非常良善美意提供场地 我们先敲它的时间 我们这个活动办得非常长处 不过因为先敲场地 有场地才能办活动 那场地确定10月1号 我们9月21号规划 开始规划 然后22号公告 28号截止报名 就42队报名 对我们这个团队 有很大的一个激励 还有我自己台北科大士统 今年刚好担任会长 也想本来就在士统群的提案 你先说的提案要举办 三对三动流篮球赛 士统群来讲 青少年活动也是很难的 对啦 士统群要办青少年活动也是很难的 我就提案通过 通过然后以专区为单位 号召几个士统群 专区有七八个士统群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等于是 我们国际士统群 300A1区 我们台北市台北高达士统群 所属的第二专区 以下一些分会 还有玉城里办公处 还有中华民国荣卧南局协会 加上南港运动中心 那当然主办单位是我们南港区体育会 我们是先写计划书送体育会 其实还在审查 我们就办了 就先办了 那过程是想第一报名要免费 第二要提供奖金 这是我们筹备的共识 我们都提供第一名三千 第二名两千 第三名一千五 第四名一千 我们提供第一到第四名都有奖金 这小朋友是一个鼓励 那果然这个后来透过很多团队 我们团队里面各自的通路 拜托 然后他报名进来 你知道刚开始第一天才七队报名 我想哇怎么办 隔天隔了一天三十几队 决定就报了 经过激烈的竞赛 四组名次出炉 国小组冠军由VPERS拿下 国中组第一名是敦踪Ribels 高中组冠军由一人一千夺得 社会组则是想不到叫什么队夺冠 黄超市强调台北市东区社区杯三对三 斗牛赛明年将持续举办 希望透过这项比赛 让爱打篮球的市民以求会友 也协助让基层篮球运动在社区扎根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最近来看有一名H小姐 在台北市议员徐晓星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表示因为洗澡被偷拍 因此到士林分局来报案 承办远景却私下加LINE 并传漏鸟影片对他骚扰 对此士林分局已经将该名远景 调职处分 并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拿出一张张与远景的LINE对话记录 H小姐在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表示因为洗澡被偷拍 到士林分局报案 承办远景却希望加LINE方便联络 一开始H小姐还不已有她 没想到却收到远景在山上拍的漏鸟影片 让他遭受恶毒伤害 这边看到加了LINE以后 当事人说您好 我是这个当事人想要问 对方的手机会不会被没收 然后这个人就说 我还想这狗是谁 就在谈这个大头帖 以为诈骗 然后开始寒暄 然后才回复说手机画面都截录后 他发缓 然后我们的当事人问说 他手机里面的资料有删除吗 他说当然啦 然后呢我们的当事人也在问说 那会调查他的笔电或硬碟吗 这个时候他又开始寒暄 开始问说你今天没有课吗 要好好休息啊等等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 我们的当事人都是很希望了解案情 可是在这个时候 这名远景就已经开始 利用对方想要了解案情的心态 开始跟他去做 跟案情无关的聊天内容了 后续就他就开始传 网路上那种爆料公司的搞笑影片这样 然后他就问说 我可以传个影片给你笑吗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又要传类似的搞笑影片给我 所以我说可以啊 然后他就回我 你不可以告我 到这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我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在开玩笑 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要告那个偷拍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用这个当话题再开个玩笑 我就回复他 你是好人 我只告坏人 意思就是我相信你 你是远景 那我要告的人是那个偷拍的人 跟你没有关联 然后这段对话结束以后 他就传了他的全裸影片给我 然后也有他的他露脸 然后告诉我他去山上遛鸟这样 这个状况就是呢 先传了很多的搞笑影片 然后给了我们的当事人 趁他心里没有防备的时候 去传自己的裸体的影片 给当事人 其实是对他的二度伤害 因为他当时是因为被人家偷拍了 所以才去向警方报案的 没想到远景去滥用他人的个资之外 跑去跟人家聊天以外 还做了这样子 等于是散布自己个人猥亵资料 那去给受害者二度的伤害 那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 而且不可取的 因为他取得我所有的个资 那当然包含地址 然后我的父母 我的居住地等等 所以他其实对我心里造成很大的恐慌 就是我每天回家的时候 其实我很担心 他会不会因为我报案 然后报复等等等等这样 对此士林分局蔡信夫分局长表示 代表士林分局对被害人深感抱歉 也已经将该名援警调职处分 并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我们这位同仁散布这尾税物品案 本文集直到以后 我们在9月12号 我们分集就召开这个性骚扰审议委员会 那会中也经过我们委员 这个认定性骚扰成立 那我们本文集在9月13号 就移送我们台北市政府社会级来采除 那有关刑事责任部分 我们分集就在9月15号 依这个刑法第235条 就是三波猥蜀物品罪 含送这个移送士林地点署来侦办 另外有关这个行政责任部分 我们9月20号 我们就已寄过 变调我们本文集警备队来管考 另外他受理本案 这个处置的成绩上有不当的部分 我们也有给予申戒 本案呢 这个也已经提出相关的告诉 那进到这个检察官这里的调查当中 那如果后续有起诉 然后有这个成立的话 那我会再要求我们士林这个分局 也要再针对这个部分 再将它送惩戒 有了法院最后的判决之后 那这个事情不能就放着让它过去了 那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 其实有成立一个 那个信财服务的咨询专线 那这边会有专业的社工 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还有相关的心理资商 那所以我们会后也会再跟这个受害者 再联系看需不需要相关的服务 由我们社会局这边做转介 那另外有关加害人的部分 那现在警局已经移送他调查的结果到社会局 那目前我们在依法规上 30天看看加害人他有没有 或是双方我们来做再申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依信销防治法做裁罚 裁罚的第一次是1到5万 那因为它是因为职务之变 那依裁罚基准是可以加重2分之1的裁罚 市议员曲晓星表示很感动H小姐愿意站出来 让性骚事件受到重视 让加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检调单位也应该尽快调查 还给受害人一个公道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次破案消息 刑事局警察局针三大队联合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官 蓝茶自美国寄送来台可疑的国际快捷包裹 打开一看 没想到是内装10罐奶粉 每罐奶粉均夹长约1公斤的二级毒品 安非堂民 专小组人员打开纸箱 婴儿衣服下方是10罐婴儿奶粉 不过奶粉罐里装的却是毒品 台北海关日前蓝茶这件来自美国的空云包裹 透过拉曼毒品侦测仪研判 奶粉罐内装的可能是毒品 刑事局获报后进行侦办 确认每个奶粉罐内都夹长约1公斤的安非堂民 总计10公斤的安非堂民市价于千万 经过部署监控 先将第一层收获的消息显犯具体导案 随后寻现具体第二层收获的诚信显犯 这个国际包裹内装了10罐的奶粉 实际上里面夹长了大量的二级毒品安非堂民 全案总计起货了10.464公斤的安非堂民 整个专案小组在经过严密的部署之下 我们总计查获两名犯贤到案 这两名犯贤最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本局在此再次强调呼吁 我们警方茶器毒品严打黑帮的决心绝对不会妥协 我们也呼吁民众对于潜藏在社区大楼里面的制造毒品工厂 甚至如果民众知道有朋友想要假冒进口的方式 来夹长走私毒品入境的话 那希望民众能够有余向我们警方来检举 专案小组表示 这个包裹夹长的安非堂民外观为米黄色粉末 与奶粉即为相似 与一般常见的白色晶体安毒不同 运途集团企图借此瞒天过海走私毒品入境 警方已经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 将两名运毒手移送地检署侦办 两人均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将扩大追查幕后操纵的金主盗案 阻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美市长蒋万安和新美市长侯友宜 共同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暖身系列活动 和现场民众一起体验田径及射箭 这两项运动乐趣 鼓励民众报名 透过运动训练和世界挑一场 教练指导正确射箭姿势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拉弓描向靶心准备出剑射击 但被教练制止只要摆动作就好 双北市长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宣传活动记者会 与社军冠军袁淑琪及资深田径教练潘瑞根互动 鼓励民众报名壮年运动会和世界来场挑战 那我想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 也展现出我们能够举办世界国际赛事务能力 同时也让台北西北展现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同线 这个吴正威会长也在套里 另外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 我要非常感谢中央体育署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让我们在整个筹备过程非常顺利 那一方面我们也要谢谢 一起合办的相关县市 包括有宜蘭县、桃园、新竹、新竹县市 大家一起共同让这一次的 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更加盛让 同时我们这一次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其实在筹备过程一路走进行帝顾的努力 我们说我们碰到的运动会 所以在筹备过程从申办到合约讨论 相关的会议、决绝会议 甚至后来最后我们签约的运动会 都是在线上举行的 而且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最后在许多竞争的对手 这个共同的竞争之下 就包括八国的巴黎、澳洲的博斯 大家共同争取 我们双朋友老大 所以也象征我们 台北、新北过去运动的经验 以及能够举办国际赛事能力 所以他们肯定能够在这一步进行举办国际赛事 而2025年后就说 我们旅行会有110个国家 4万人左右的选手 对支援新游会来到我们双北 以及在其他县市的城管一起参与三次 所以不只是能够带动人整体的军中空气 还带动了包括周边的观光、交通、永续、数位等等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明年二月开始就会正式开放暴露 我们很希望所有热爱的运动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这场社会 剩下越来越来越 期待越来越来越 直接不得了 既然是会不得了 我们最辛苦的办法 包括运动、探向学会 以及我们宿舍台会 按照表定 服务指导的络络 落实作为 才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环节需要我们指导的 才简直会见前面 可是我们今天 套退了准备来 其实不一期 就表示说 我们再去进到 紧留面的地方 这个重视加一点点 那这次其实来的最主要的 是运动方向文化 然后直接关注 那最主要的是 还是有一个方式 交付这个方式 大家借过一个有名运动 所以我们也要去标准 让两个城市非常好 其实两个城市是有大秩序 我们加一加 如果 将近有七百万 加一加七百万 又百多 往下六百万之一 那如果再多多了 我们法律一样的话 其实就一样一样 又加进来 这些企判 他们也就在那里面 就在那里面 所以其实 带动的不是只有台湾 也是带动的 所以 以及把我们整个美好 介绍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 各国的自信 运动学者 以及他们的建策 都还有一部分一样 所以未来 我们还会搭配很多 的 更难的 加进一步 让全世界 看到台湾 我会是明年 第一个报名的选手 然后我也会 极力将 我们 2025 参加2025市中运的时候 开我四十岁 女子 船体公主的地盘 躲在台湾 雙倍市中运暖身 系列活动启动 共有29种运动 104堂 训练营课程 免费供民众报名 在2024年2月 赛会报名开始前 有更多元的 运动体验 那 2025市中运 也即将在 莫名 2025的业业被 在台湾 盛大运行 我想 这个赛会是 距2017 四大运之后 在台湾 集团 最盛大运行 我们刚刚讲 市长讲的 大概预估 会有四万 女选手 加上 最组 可能加总起来 可能都将近 超过十万 好 所以 也要办理 35个 运动队列 那我想 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 也期待 我们这个赛会 能够达到 全民所期待的 三个目标 第一个 当然要让世界 看见台湾 透过这个赛会 让全球各地 直到台湾 第二个 我们希望 除了运动竞技之外 我们能够达到 运动观光理由 将台湾的美好 人文风险 让最终选手 来到台湾之后 能够享受 我们的美食 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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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美景 第三个 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在 我们台湾 除了在 近运动提升 让我们的选手 站在国际台上 接着 就是要 让我们 国民能够透过运动 达到 运动久久 健康久久的目的 所以 我想 这个赛会 能够达成 我们一起的 三大目标 今天代表 下一部体育署 在这个地方 特别表达 体育署 绝对会 进行全力 来协助 支援这个赛会 我一直有一个目的想 能够让 体育 跟运动 能够成为 活人 生活中 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 所有的 社会大政的 国人 都关心运动 都亲自 能够 投入在运动里面 我想 我们的社会 一定会进行 好 重年运动会 就是 民主体育 完全 服务这一个原因 所以 重年运动会 太好了 距离正式赛会 还有600多天 赛会明年2月开放报名 并将在2025年5月17号到30号举行 鼓励民众参加暖身系列活动 并养成运动习惯 一起为双北市状运做准备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 您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被蚊子咬吗 还有登革热病霉蚊的分布 其实南北大不同 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 本土个案累积超过6000例 台北市卫生局就邀请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坤县 教民众了解登革热与病霉蚊的关系 并加力预防 许多民众都知道预防登革热要避免积水容器 并且要落实寻道清刷 但为何寻道清刷这么重要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蔡坤县表示 因为蚊子在平常就会把卵生好 而且成熟的卵可以存活6个月 一旦再次遇到适合的环境 例如雨后潮湿积水 在预水后约30分钟 就可以迅速孵化为解决 没有积水容器就没有病霉蚊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 把环境中的积水容器 好好的把它整理把它清理 那积水容器很常见 我们环境中我们常用的日常的这些水桶 还有我们种花的这个底盆都是重点 那各位一定不太清楚 蚊子呢它在平常的时候 就已经把蛋都生好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台风 下大雨 其实又加速了这些蚊虫的族群的增长 一下过雨最快七天 最快七天就会变成成蚊 出来盯我们 所以民众一定要有警觉 只要一下过雨七天内 一定要加强对环境的这些 蚊蚊 产在那个容器的边地 水面大概是一公分上下左右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做蚊 倒清刷 如果我们只有做蚊跟倒 那其实只有做一半 所以我要非常严正的鼓励 市民朋友 一定要做到刷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做到刷呢 因为这个蛋会黏在容器的边地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这黑黑一点点 这个就是蚊子把蛋 产在容器的边地 而这个蛋呢 如果它已经孵化了 已经胚胎发育成熟了 一泡过水 大概20分钟 30分钟之内 就会孵出来 那如果没有泡到水呢 它可以活至少六个月 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环境中 蚊子来生了蛋 六个月内都没下雨 那这个大概没有事 可是要六个月内都不下雨 或者是我们都不浇花 不积水那是非常困难 所以显然这个威胁 跟这个风险非常的高 所以民众一定要积极去做 那我希望我们市民都能够斗起来 让这个积水容器都能够降到最低 蔡坤县表示 登革热并煤纹分布 南北不同 南部以埃及斑纹为主 洗在室内活动 而北部以白线斑纹为主 洗在室外活动 因此北部地区 除了留意人工容器积水外 还要留意树洞 香蕉树等植物积水容器 另外有三种情况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那工厂呢 这个蚊子在叮咬 它有很多的特征会吸引它 最重要的三个 第一个你的体温比较高 第二个你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味道 比如说有一些汗的味道 有一些乳酸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发酵的味道 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你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这个深色的衣服 会聚热 所以在蚊子的眼睛里面 他一看到一个深色的衣服 他就知道这个好像是有血液 有蛋白质 所以他会优先去选择 所以我会建议我们如果有到眼外去 或是到农田 或是到户外去运动 尽量穿宽松的裤子 特别是我们防疫的同仁 你一定要穿长裤 不可以穿气氛裤 也不可以穿紧身裤 然后呢 避免被蚊子钉 还可以在裤子的边缘边角 塗上这个防蚊液 那有抹漏的地方 一定要用防蚊液均匀的涂抹 不是只有噴上去 要均匀的涂抹 好像国王的新衣 把它涂一层在上面 蚊子就不会找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卫生局表示 北市截至9月10号 已累计40例确诊病例 呼吁一旦出现发烧 头痛 后眼窝痛 肌肉痛 骨骼痛 关节痛 初诊 恶心等等隔热症状 应尽数就医 并做好环境巡视 以及清除户内外资深员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及其他社区民众的健康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境外运动赛事投注的风气建设 有诈骗集团就利用社群软体 吸引受害者 在张贴现实动态 带操作下注赌盘 骗取个资 然后就断绝联络 根据统计有近百人 被骗走了1400万元 刑事局查出未在高雄 与机房对接的税房集团 并查获谢信主贤 及幕后金主共18人 画面上是警方查扣的现金 金融卡 SIM卡 监视器主机 手机及笔电等证物 刑事局接获现报发现 谢信主席人组织 贾薄一机房 指挥旗下成员在IG刊登 带操作下注国外篮球 冰球赛事广告 号称赔率5-10倍 获利将近百分百 吸引受害者投资 等民众要出金时 再骗取保证金 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先逮捕一名IG 昵称某某女神的机房成员 其余机房成员 见司机败露想要逃到太检时 则被警方在机场截获 本对于今年3月份 截获现报指申 有不法贾薄义政诈西集团 在台中嘉义一带金鱼 我们收到这个现报之后 我们积极于查办 我们先在于嘉义市 查后依宁性与化物室后 又在桃园机场 拦截围不到想要出境到 柬埔寨的市民化物室 刑事局向上溯源查获谢姓主贤及共犯 并在高雄清查出与机房对接的水房 陆续逮捕水房干部 提款车手 收购人头账户主贤及幕后金主等 招逮了18人依扎7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移送地检署 检方已经起诉谢姓主贤等6人 刑事局方面再次提醒民众 不要轻易相信从未蒙面的网友投资 以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同样这件事再隔一天 金融市长谢国良再度召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内政部给出具体的回应 请让金融能够编列预算给警察 不然就让金融升格必咒台北 金融市长谢国良针对内政部回应的 警察勤务繁重夹起提出他的观点与看法 希望内政部能够给金融市一个回应 我希望内政部能够给金融市一个交代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内政部的发言人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金融市政府表示 类似金融警力外流的状况 之前在新北也有发生过 后来也是比照台北的模式才能有效解决 十年前左右 其实在当时候首都繁重勤务加急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新北市也有爆发出警员离职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然后你不给金融该给的待遇 说我们的繁重程度只有30分 说台北的繁重程度有三倍是90分 我想问你你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这个内政部的发言人 你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吗 所以我想既然民进党能愿意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就给我们该给的一个首都加急 现在说现在本来说我们很忙超10岁离开 那我们现在谈首都加急 又说原来我们的评分 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繁重的程度 市长谢国良也呼吁内政部 面对基隆在首都圈内的特殊状况 请提出有效的具体解决方案 不然就让基隆升格 我还是很坚定的再跟中央喊一次话 加班辛苦的人获得加班费是应该的 双北都要有的首都加急 基隆也应该要拥有 要不然就给基隆一个升格的方法 10月11日是台湾女孩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特别以 基隆市消防局分队长林婉柔 及队员李峰宜 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并在正兵国小播放影片及现身说法 鼓励小朋友们勇敢实现梦想 翻转职场性别的刻板印象 活里来水里去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今年特别以 基隆市消防局第二大队中山消防分队分队长林婉柔 以及第一大队仁爱消防分队队员李怡芳两个人 担任基隆市台湾女孩日影片的主角 并且在正兵国小播放影片 也邀请主角本人现身说法 鼓励小朋友勇敢追逐实现梦想 当然如果在你们更大的时候 你们面对这个社会是非常多远的 非常广泛的 你们可能会失去了你们的方向 所以你们也要练习找到 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事物 去做练习 那如果说你遇到了挫折的话 你也要练习如何接受这挫折 接受失败再好好地重新出发 10月11号是台湾女孩日 主办单位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特别发表委托怀宇基金会拍摄 名为基隆女孩勇创未来的影片 在片尾社会处长杨玉欣 也呼吁社会共同提升女孩权益 翻转职场性别刻板印象 包括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指派秘书江志强 以及环宇基金会总监黄子豪等人 都参加这场活动 基隆市副市长邱沛林更是有感而发表示 当年她的父亲就遗憾地说过 如果邱沛林是男生该有多好呢 副市长邱沛林鼓励现场的女学童们 大家都很棒 邱爷爷的遗憾不会再存在 大家跟男生一样 都会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 是亲友们的骄傲 邱爷爷跟我讲说 他最大的遗憾 他最大的遗憾是吗 他最大的遗憾是 我若是男生的多好 我以前都很努力 然后表现得尽量表现得很好 可是我爸妈就想告诉我 如果你是女生多好 我今天看到这个活动的分感触是 我父亲如果知道 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肌肉有点偏 女孩子她越不希望 像以前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她不是一定要三成四个 只能做菜做败 她可以拥有自己的天地 我父亲一定很开心的 我觉得 我父亲当时不晓得有这样的活动 我若知道有这样的活动 我一定会跟她说 所以我今天会讲的是 你们都同化 你们有一些初夜夜的女孩 不会再存在了 所有在过的女孩子 你们可以跟我们的男生一样 都是一样 是社会当中的交交者 是其他我们的招 其实副市长的鼓励 谁说不是呢 活动现场除了影片主角 消防女孩之外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本人 消防局副局长王毅英 社会处简任秘书陈淑貞 教育处都学郭嘉文 以及正兵国小校长王佩兰等女性的成功 就是小女孩们学习竹梦的最佳典范 也是越来越进步男女平权社会的具体表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有一位来台20年定居基隆的越南配偶 阮氏翠衡 他创业做养生素食料理 推广家乡的好味道 他本身也经常演出台湾八点档戏剧 让不少粉丝慕名而来 一头俐落短髮 皮肤白皙 穿着围裙 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但老板娘看起来怎么有些眼熟 今天都看完了 大家都要命中 有什么要命中 我要你在我面前发薪水给太久 不然你用靠她薪水 你这样子做 我以后不会介绍工人给你 越南籍女星阮氏翠衡 不仅会演戏 还擅长做素食料理 台湾的芋头很香很香 重点就是 这一锅煮完成了 我们要加一个东西 它是越南咖喱 将芋头 马铃薯 香茅 放入锅里加入咖喱 真正香气立即扑皮而来 一锅热腾腾的南洋素食咖喱就上桌 越南的料理跟台式的差别就是它的香料 比如是我们的越南的料理会有用香茅啦 还是香菜啦 九神茶就是让它可以那个香料浓浓的 还有一些比如是咖喱的话我们会有用椰子姜 还有香茅 就是味道就是跟所有全世界的咖喱都不一样 来台20年定居基隆 除了演戏之外 热爱素食料理的他将一道道家乡美味 精心改良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希望让喜爱素食的朋友 能够品尝越南料理的美味 因为越南是属于比较甜 咸又甜 所以呢 我在台湾的话是比较清比较淡 那我会调有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甜 这可以融入台湾的台湾人的口味 不能太甜他们不敢吃 太咸他们吃不下 我也自己也是有那个感觉 阮氏翠衡因为拍摄八点档戏剧 近期荧光幕上都可以看到他的演技 也让许多顾客慕名而来 第十次来法 叫偏向法国面包 烤起来那法国面包叫酥脆 口感满 然后越南春卷那种 比较清爽 算是比较不会 可是有香茅的味道 还有盖喱的 很有加香的味道 放下剧本 在餐厅里忙进忙出 凡事千里轻微 虽然经营餐厅不容易 不过软饰脆痕 十分珍惜 希望将家乡料理的好味道 和台湾人分享 记者黄少明 基隆报道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在今年底 将会进入超高零化社会 基隆东区辅伦社 特地制赠了社区共餐经费 每个礼三万元 给有二礼 定安礼 及太白礼 这三个礼 丰富共餐的菜色 为长辈们补充营养 在老师跳舞 带动下 基隆东区辅伦社长 张玉芳等 辅伦社友 以及有二礼长 苏秋福 一起陪同有二礼长辈们 跳健康舞 互动气氛热烈 除了跳健康舞 有二礼社区志工们 也搬出看家本领 现场手工制作传统的超阿贵 邀请东区辅伦社长张玉芳和社友们 亲手制作以及品尝 大家都赞不绝口 由于预估今年年底 基隆市将会进入超高零化社会 长者们的照顾越来越重要 因此基隆东区辅伦社特地在 有二礼办理活动 制政社区共餐经费 每个礼三万元 分别给七堵区有二礼 暖暖区定安礼 以及中山区的太白礼三个礼 可能就是里内会有一些经费不足的问题 就是关于安心共餐 或者是设备需要换新贴供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次活动之前 我们已经有提前到 定安礼还有太白礼 还有设置这边的油二礼 我们都有跟里长先相谈过 然后知道爱心共餐目前遇到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经费不足 或是设备需要更换 所以我们这次也就决定 我们就是针对我们油二礼 然后定安礼 还有太白礼三个礼 我们来进行捐赠 我们爱心共餐的经费 每礼各三万元 希望可以提供 比如说提供长者加菜 在菜社上更加丰富 或者是可以太久换新一些 爱心共餐的厨房的设备 东区福人社的爱心 也受到三个礼的里长和代表 由衷感谢 非常好 非常好帮助 社会处那边也有一点 所以只要是感谢我们外面的社会团体 对我们共餐气点都有赞助 那相同的 只要那么快乐 我想我们的长者一定就更幸福 因为作为系统 如果快乐和高兴 做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最好的 所以说在一处感谢我们 岑区福音社 你们的付出 感谢 谢谢 好特别要我来这里 代表感谢社友们之情 也赞助我们泰白社区 发展协会的共餐 这个我们很感激 活动结束后 有二里社区志工们 也早已经展现手艺 准备好炒米粉以及鱼丸汤 作为参加活动社区 给长辈们的午餐共餐菜色 也欢迎福伦社来宾们一起用餐 而福伦社也在制证每位长辈 每人一份餐盒 作为长辈们的饭后点心 记者胡俊松 在这里来看台北迪化街知名的老店老邪针 关怀弱势族群 推出了老邪针庙语巡回爱心米宝 发放的公益活动 特别来到中山区的圣安宫大甲妈祖庙 总计发放了600户的弱势家庭 3600个爱心米汉堡 谢谢您的大名 不帅 没问题 记得我们就马上吃完要放冷冻 基隆圣安宫举办米汉堡爱心发放活动 由台北迪化街老店老邪针发起 一大早庙里排起人龙 民众领导爱心米汉堡 觉得相当感动 我都当早餐 我每天早上都蒸给小孩子当早餐 他上班的时候就放在电锅 我出去上班 我就给他蒸在电锅 他要去上班的时候 就直接拿来吃就可以了 拿好有津贴 很方便 真的 比那个人家细事的汉堡的那个 还要好吃 开心开心 怎样还欢迎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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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持米汉堡的新鲜度 冷冻货柜车 直接开到山安宫广场 总计有600户弱势家庭受惠 发出3600个爱心米汉堡 感谢老邪真 在疫情三年前 他们就在各地花放米汉堡 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社区和平里花放 要谢谢他们 对关怀一些弱势的 在中秋节前夕 送米汉堡给大家 老邪真三年来已经走遍二十几个县市 全台三十间庙宇 发芳爱心米汉堡活动 首次来到基隆山公大甲妈祖庙 让受惠的家庭相当感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基隆市新一国小 荣获110学年度教育部国教署 核定办理的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计划 结合学校课程 由经过媒体素养专业培训的教师群 带领学生进行媒体影音探索教育 成果出如 体验实地采访的历程 用多媒体影音展现采编能力与公民教育 孩子们秀出连结在地的精彩与特色 新鲜短片已成流行趋势 学会制作就能秀出自己更能挑战自我 这个活动让我克服了 对陌生人讲话的害怕的习惯 我要做这个影片的原因是因为 老师会在考完试的时候 带我们出去户外教学 学习的地方不能只限于学校 有时候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所以我才想要创造这个影片 让大家以后可以出去外面走走看看 新的世界 成果发表会上 还邀请到议长佟子伟前来勉励 新一国小在资讯渠道上的教育领域超前部署 期望提升孩子的竞争力 与媒体试读能力 媒体素养的一个最重要的培养过程当中 除了媒体试读以及辨别这个假新闻 最终我们要让孩子透过媒体拍摄技巧 看见自己的影响力 也要让他们培养公民行动的责任感 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出发 让他们培养跟这个在地的土地连结 将来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透过媒体的影响力来发挥更大的善的力量 新一国小荣获110学年 教育部国教署核定办理的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学校计划 引领学生在未来的社会时代发光发热 我们除了我们的媒体操作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三四五六年级之后 学生从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家乡之外 还可以到我们的基隆市各地去介绍我们的基隆 认识我们的基隆 然后希望各位可以每一年都来看我们的影展 透过我们学生的眼睛 透过他们的作品更加深我们对基隆的热爱 透过媒体素养教育展现爱基隆的心 以及让善良的力量循环 提升世卫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基北北桃1200月票上路后 有近三万位市民朋友使用了定期票 广受欢迎 为了进一步加会议在基隆区域内的通勤组 市府推出了288的定期票 30天内台铁跟施工车搭到保 10月16号正式上路 基北北桃1200月票 真的神很大 基基北北桃1200月票之后 市政府将在推出 基隆区域内的288订期票 30天内台铁跟施工车搭到保 交通处举例 学生从基隆要到七堂上学 算一算省下一半以上的交通费 比如说有学生 然后从这个中正区 然后搭着施工车 然后到这个火车站 再转乘台铁 这样到基隆三公 那他可能到火车站的施工车要9块 然后还要搭着铁路就是15块 那总共就是24块 来回就要48块 那如果如果一个月算20天 那就是960块 那实际上远大于我们的288 其实是非常的划算 大概是将近三者的优惠 欢迎学生也可以多加的利用 交通处说根据统计 在基隆市境内通勤通学的民众 约占全市通勤的三成 因此鼓励民众购买基隆288 定期票来省下交通费 288这个定期票的部分的话 可以从台铁的这个基隆 三坑八渡七渡和百福站 然后以及如果你是用悠游卡的话 可以在全家的这个他的 kiosk去购买 另外我们在市府的话 也有设临时据点 从10月11号起到11月10号止 那在这个二性循环站 在东岸广场的一楼 也有设临时的据点 让民众方便购买定期票 针对基隆市的这个通勤组 我们发现除了基北间 使用1200的族群以外 也有发现在区域内 然后用这个公车的上下车 刷卡资料去比之对 然后发现大概一天 每个月大概有6000人以上 他就是会使用超过2288元 所以其实如果这些族群 来购买我们的288定期票 是非常的划算 基隆市288定期票 将在10月16号正式上路 30天内 基隆市区域内的台铁 跟施工车搭到宝 欢迎通勤通学的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kunne订阅给订阅 哎 这么大的 哈哈 和